川普遇襲後 陰謀論滿天飛 共和黨喬治亞州的眾議員 柯林斯 先是在社群平臺X上 轉推文章 直指槍擊 暗示拜登下的命令 又附上後製圖片 說拜登曾經在募款參會上 向金主喊話 稱川普的存在 真實威脅到美國 是時候把他置於靶心 煽動言論引發爭議 對此拜登也親上火線澄清 拜登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訪問 坦承使用靶心這個詞 是個錯誤 強調只是打比方 沒有其他意思 懸情敏感時刻 各式斷章取義的發言 在網路發酵之外 川普長子 也對事發後的危機處理 頗有意見 而槍擊案後 共和黨拳帶會 緊接登場 費瑟夫論壇 體育場內 明令禁止 攜帶槍支 但根據最新法令 附近徒步區禁止民眾 攜帶網球 漆彈槍 卻沒有禁止真槍 讓當地議員直呼 太離譜 不過槍擊案後 川普選情大好 大批支持者現身力挺 川普也樂的製造熱度 延續共和黨氣勢 三天新聞 柯亞涵報導